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逆市比较跟其他国家比 好像跌幅比较轻 为什么呢 第一个主要跟提到筹码的问题 外资目前昨天有个6.1万口多单是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我用两个字 我说诡异 这个盘诡异 可能会先反弹 好 再来台湾在英国 英国的出口占台湾 其实比重不高 而且台湾对英国曝显金额 金融业大概才1.1兆 所以台股这边可能会比其他国家股市相对抗跌 好 那今天台股坦白说还蛮强的 昨天欧美股市是大跌 那今天开低之后呢 开低之后然后迅速走高拉上来 如果你开盘去空的 大概赔掉钱了 大概赔掉钱了 整体的交易策略我再跟各位讲清楚 一样逢反弹偏空 从哪里可以开始偏空操作 我今天会慢慢跟各位解说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电脑萤幕这部分 电脑萤幕这部分 好 昨天有提到各位 如果你对我们的操作有兴趣 你可以加入FB 加入我们的齐天大圣谷游记的社团 那你现在如果手上有手机的 一样你再把它打开来 加入搜寻这七个字 齐天大圣谷游记 那再回来这边 那我再跟各位讲 你只要加入这个社团 首先早上我会先发一封 早报 让你对今天整体的盘市 国际股市 还有台子期的多空关键点位 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盘中会有 即时的 即时的期货讨论社区 那我们会即时讨论说 今天行情到底是多方抢 还是空方抢 再来盘后 第一个我也写盘后解析 再来还有的盘后影音解析 总共这些 你都可以免费的得到 那如果你昨天 昨天我上节目 提醒各位 那也很多人申请加入了 那今天你就会 赚到钱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再看一下电脑萤幕这边 我们今天写的早报 今天 台股清晨的第一杯咖啡 6月28号 就是今天的 日期就是 6月28号 然后 你早上8点13分 我就已经写出来了 那目前浏览人士 等于是有517的看过 那重点来了 我跟各位讲 那标题就很写很清楚 欧美重挫 台股开低 你不宜追空 台股开低 不宜追空 如果 昨天的低点没有破的话 它开盘先反映一下 昨天欧美股市重挫 开低 不宜追空 台子期 多空关键价在 8286 8286 好那 我记得今天最低点 差不多是 8260附近 也就是说 开低 大概开低50几点 其实已经算强了 因为昨天的欧台值 我看好像是跌了80点左右 当然欧台值是3点收盘了 然后可能3点到4点 那美股还在交易 那美股是有稍微拉一下尾盘 所以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 只有开低大概 台子期大概只有开低50点左右 然后再迅速拉起来 好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电脑萤幕这边 就直接越过了 多空关键价 8286 好那你既然知道了 早报我已经写了 欧美重挫 但台股开低 你不要追空 好 那多空关键价 8286 好那直接 开盘开低之后越过 大概现货开盘没多久之后 越过8286 那就是一个买点 就是一个买点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怎么带着 我们旗子的简讯 家族会员怎么操作 好来 今天我既然跟各位讲了 开低你不要追空 不要追空 然后我们就是在8点56分 8点56分 我们就挂8272买进多单 停损要设好 我不会凹单 停损一定设好 如果停损到了 我就是出场 好然后到9点19分 当你在8272买到 其实已经算相当的低价 相当的低 因为这个点位 大概在9点以前 那我记得 现货开盘 其实有跌破这个点位 大概在826级而已 之后你就 一去不回头了 指数就一去不回头了 好那我们再看看电脑荧幕 好然后操作的技巧是这个样子 到9点19分 我记得这笔单大概赚了十几二十点左右 我就把停损改成成本 因为我在8272买的嘛 然后多单就改成成本 停损你就改成成本 也就是说 目前大概在9点19分的时候 大概有二十几点的获利 如果它又不小心拉回来 打到了8272我们就出场 为什么 这是一个操作的技巧 假如说你不管是 南上北下嘛 做多做空 当你下了一笔单之后 如果是看错方向嘛 就停损嘛 不要傲单 如果你看对呢 你看对那重点就来了 你的停损要往上移 也就是说假如说 你在8500点买的多单 指数涨到8530 你可以把停损往上移 就是说你这笔单 至少不要赔钱 这个动作 我对我的会员我一定会做 我一定会做 再看一下我们电脑屏幕部分这边 然后多单 在9点20分的时候 我们多单就挂了8312出场 8312出场 当然一定有中嘛 因为指数最高已经来到8380几点了 所以说我们早盘起始会员 获利40点收工 老师后面还 好像还涨蛮多的 好那我们基本上 这一段 做当冲 你就像有点像我们想我们的 会员常常跟我们讲说 好像领日薪一样 领日薪一样 你没有期待说你每天要买最低 卖最高 或是空最高 不最低 你有赚到中间的价差 就跟你吃鱼一样嘛 去头去尾 你吃到中间最好的部分 你有赚到价差 你就休息 收工 因为台子期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开盘 我们天天都有机会赚钱 那为什么我敢在 我们再看一下电脑屏幕部分 这边 为什么我敢在开盘的时候 没多久就买进多单 首先因为我早报跟各位讲说 开低不要追孔 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指标部分 这是6月28号 今天的台子期 开低走高嘛 这条线就是多空关键价 在8286 8286 那我是开盘 开盘没多久就已经进了 因为开盘 庄家系统是偏多的 庄家系统是偏多 那它为什么偏多 代表说 大户的挂单方向 它是比较偏多的 庄家系统就代表说 大户的挂单方向 它是偏多 然后你再看一下 筹码力道 筹码力道这边 第二个副图叫筹码力道 也翻多 这根K棒 拉出去之后 也就是说你在开盘空的 全死 全部阵亡 因为拉上去你一定停损 拉上去你一定停损 所以我们选择在开盘的时候 接多 然后指数拉上来 我们去做出场的动作 好那 这边你们看一条多空线 这边刚好是很漂亮的点位 很漂亮的进场点位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边 第一个 多空线由绿翻红 这就是一个买点 再来 庄家系统偏多 然后筹码力道也翻多 然后刚好越过 多空关键价 8286 所以这边是一个买点 然后指数就慢慢往上冲 这边也出现一个买进讯号 多空线都是红色的 等到这边翻绿再出场 如果你完全照指标做 你可以出得更高 可以出在 8350左右 因为这到8350这边 多空线在翻绿 所以可能会有50到60点的获利 获利空间 那后面涨了就算了 因为后面也涨得蛮慢的 后面也涨得蛮慢的 这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带着我们的简讯 家族会员的操作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把焦点 移转到整体的大盘的方向趋势 好那我昨天有跟各位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之后的可能的风险 政治跟经济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台股为什么 比其他股市还强 这两个重点讲完之后 我们今天单纯 我们单纯纵观整个国际股市的技术面 来稍微跟各位解说一下 我认为风险并没有尚未解除 我们来看一下各国的技术面 好我们再回到电脑萤幕这边 好这个是倒雄指数嘛 好这个是倒雄指数 我们来观察一下 倒雄指数昨天 是跌破了上礼拜五的低点 上礼拜五的低点 它已经跌破这个颈线 跌破这个颈线 这个有点像一个M头嘛 跌破这个颈线 那它必须赶快反弹上来 站回这个颈线 否则上面这边是全部都套牢 好那这个是倒雄指数 好我们看一下 费神半导底指数 这是费神半导底指数 那一样 昨天也是一根长黑K棒 那也留下两个跳空缺口嘛 一个跳空缺口 两个跳空缺口 好那它这边你就要小心啊 如果再跌 跌破一样 这个颈线的低点 这代表是什么 这边全部都是套牢的 这边是套牢的 这一区 目前这一区是套牢的没错嘛 因为现在指数在这边 代表这一区是套牢的 那这边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拉高出货 所以它必须要赶快反弹 站回这边 代表这边没有被套牢 这是费神半导体 好再来我们观察一下 正央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 它虽然英国脱离欧盟 但是它的表现 股市表现比其他国家股市还强 它在上礼拜五留了一个 很长的下引线 那你可以解读说 它这个低点有撑 低点有撑 然后昨天 礼拜一它也没有跌破 上礼拜五的低点 那它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样 这边全部都是套牢区域 当然今天是稍微反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 德国指数 德国指数昨天也跌破了 上礼拜五的低点 它也跌破了上礼拜五这个低点 那今天它目前开盘是强劲反弹 因为今天 其实开盘今天大概在六点 早上清晨早上六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观察到 小道琼它是做一个反弹 再加上英镑也做一个止跌反弹 所以今天的雅股表现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差 那国际股市今天也呈现一个反弹动作 我们再看一下电脑萤幕的部分 所以德国指数它必须反弹回来 必须反弹回来 回补下这个跳空缺口 否则一样这边就变成 什么拉高出货 这边全部都是套牢区域 所以风暴还没完全解除 风暴还没完全解除 我个人是这样的解读 我个人是这样解读 那我们最后纵观一下国际股市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好 我们再看一下电脑萤幕这边 好我在之前 这根K棒 我之前跟各位讲说是一个8500点 画两条线 下方支撑在8500 下方支撑8500点 好然后上方的压力 大概在8700点 虽然在端午节前 它是有越过了8700 那我还是跟各位讲说 逢反弹偏空操作 逢反弹偏空操作 那指数就这样跌下来 因为大盘没有量 大盘没有量 而且都是外资在买的 都是外资在买的 你要小心外资它 把货倒出来 好那指数真的下跌了 真的下跌了 而且在 上礼拜五 跟昨天 其实都没有站上这根K棒的低点 8488 虽然今天有站上了 但是 小心它在反弹 现在正在做反弹 因为我昨天有跟各位解盘说 外资多单来到6.1万口 是满诡异的 满诡异的 所以短线可能先做反弹 先做反弹 那反弹在哪里是压力呢 本波从5月23号 指数越过月线之后 这叫红色是月线 就没有跌破月线过 目前 在上礼拜五 这根K棒跌破月线 所以它如果反弹到月线附近 大概在8600点 就是一个实质的压力 就是一个实质的压力 所以如果反弹 你还是要小心操作 好那这是整个 大盘的方向 我跟各位简单介绍完了 好最后 广告时间之前 我先还是跟各位 简单介绍一下 台子期 台子期 那我不知道各位 最近的操作怎样 那我这个人操作是蛮实际的 我上电视 我有赚有赔 我都跟你讲 有赚有赔 我都跟你讲 像昨天我赔钱我也跟你说 今天有赚钱我也跟你说 那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利用指标 我不管你是做当冲 做波段 怎么利用指标 在期货市场上赚钱 好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机会 我们再看电脑荧幕这边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留给准备好的人 那基本上我 个人比较喜欢做当冲 带着棋子会 因为它是一个低风险 虽然是低风险 但是它是低 虽然是低报酬 但是它是一个低风险的 交易时间短 不会让客户有压力 需要有盘感跟好的看盘软体 重点来就是好的看盘软体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部分 那这个是 软体的操作方法 如果你看到一个红色筹码 你就做多单 买进多单 绿色筹码 直觉上 你就是做空单 红色爱心 就是加码买进多单 那绿色爱心 就是加码放空 如果遇到乖离 就可以把你的多单出厂 跟空单回补 好然后在K棒上面 有条多空线 你可以利用多空线 判断短线的多空 可以做出厂点 刚讲的是主图的部分 然后副图有两个 第一个叫装家戏图 就是第一个副图 它代表的是 期货市场上大户的心态 你可以把它当成 它大单的动向 好那第二个副图 叫做筹码力道 它是主动买卖量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多空的力道 就是说买盘强 还是卖盘强 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 刚刚我跟各位介绍过 那今天是一个开低走高 那开低 我们看一下 开低在这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装家戏图是偏多的 也就是说 大户积极的挂单 是偏向多方 好那在现货开盘没多久之后呢 筹码力道也翻多 筹码力道也翻多 所以它就指数 慢慢的往上涨 然后多空线翻红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怎么操作 所以说你在开盘的时候 你偏空操作一定都赔钱 一定都赔钱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 进出场点位 就是在 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再跟各位讲一遍 在8点56分的时候 我们是挂 8272买进多单 停损设35点 好那在9点20分的时候 已经很轻松了 在 8312 我们挂8312出场 就是说获利了 差不多40点 获利差不多40点 好那今天的盘 很多人可能 开盘它去放空 赔到价差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好的看盘软体 然后你没有加入我们的社团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 我早上跟你说 开低你不要急着去追空 开低你不要急着去追空 基本上你今天就不会受伤 好你有做到这两点 基本上你今天就不会受伤 好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之前几个交易日 不用看太多 看一两天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是上礼拜五 6月24号 那天波动是 大到不能再大 因为英国脱离欧盟嘛 好那开盘的时候出现一个 绿色菱形 代表是乖利 这边 代表是 这边出现一个乖利 提醒你说 你这边你不要做多 好然后在 现货开盘的前一根K棒 出现一个绿色筹码 在8526提醒你 你要偏空操作 也就是说 这样子往下杀 第一波往下杀 就杀了将近180点 你不管在补在哪里 你都有获利空间 你等到多空线翻红再回补 虽然你赚的比较少 但也获利了77点 这是 上礼拜五的6月24号 好然后一样 你再看这个多空线 它在反弹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空它 等到多空线翻率的时候 你再空 虽然你没有空在高点 但是你等这边 多空线翻率 你再去空 胜算就很高 你怎样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 你把你的空单抱得稳稳的 把你的空单抱稳稳的 就是利用这条多空线 K棒上面会有条多空线 当你空单进场之后 指数一路杀 等到这边 8264出现一个红色的菱形 低档乖离 你再把你的空单做回补 价差非常的可观 209点 为什么 因为这种行情 不是天天都有 不是天天都有 有时候 可遇不可求 但行情来了 你就要准备一套好的看盘软件 否则你做错边 上礼拜五的行情 你做错边 损失会很惨 虽然这一两天 波动没有像上礼拜五这么大 不过最近 台子期天天的高低点价差 其实都有超过百点 超过百点 所以这是 期货市场上最好获利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期货 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比较担心的是 没有波动 没有波动 我们跟做股票不一样 期货市场上人家常说 我不怕涨 我不怕跌 我怕它不涨不跌 因为没有波动 根本就没办法 赚到中间的价差 所以当行情来的时候 敢跟各位保证 7月的波动可能会越来越大 7月的波动可能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准备一套 好的看盘软件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先前几个交易日 这是6月21号 上礼拜二 一样怎么使用 你就看到 出现一个红色爱心买进讯号 开盘的时候 它没有讯号就不用动作 出现一个红色爱心 你就是进场去做多 然后一样 多空线都是红色的 你就多单续报 等到多空线翻绿 你再把你的多单出场 然后价差有48点 价差有48点 好那关于台子席的操作介绍 我们简单介绍到这边 然后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主播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下半年景气谷底翻扬 操作攻略 6月29号台北 胡老师大点兵 02-2506-6808 02-2506-6808 下半年景气谷底翻扬 操作攻略 6月29号台北 胡老师大点兵 02-2506-6808 02-2506-6808 下半年景气谷底翻扬 操作攻略 6月29号台北 胡老师大点兵 02-2506-6808 02-2506-6808 未来空调再进化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o.1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PM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低耗电 还可以啪啪造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净冷的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下半年景气谷底翻扬 操作攻略 6月29号台北 胡老师大点兵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欢迎欢迎光核大人家 今天台北股市期限或同步上涨 做收斗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个股本怎么操作 再请教恩老师 好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提到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通常是你最好选股的时候 为什么 你就是把你 你就搜寻一下 有什么股票 好像比较抗跌的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如果你的个股 是相对于大盘抗跌 甚至它是上涨的 就是说在上礼拜五 甚至礼拜一 它是上涨的股票 你就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昨天有帮各位 撈了五档出来 好 如果你昨天有认真看节目的时候 你有把这些 这五档股票超起来的话 那今天其实 虽然股市是上涨的 那它的表现也都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五档 今天再带各位看一次 我们看一下电脑萤幕部分 昨天推荐哪五档股票 前三档 8277的商城 今天是涨停板 涨了9.78个percent 那我们昨天是推荐给各位 投资朋友 好 第二档叫做8088的平安 它涨了5.68个percent 5.68个percent 都是续墙 那第三档是3260的威钢 涨了2.05个percent 表现也不错 另外我也推荐两档 比较低基期的 2448的晶电 还有2393的逸光 今天涨幅 晶电今天涨幅2.55个percent 逸光涨幅1.56个percent 主要是因为LED 爆价触底 然后外资 目前买超晶电也蛮多的 那投信主要是买超逸光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几档股票 我们的软体的呈现怎么呈现出来 好这档是8277的商城 这档是8277的商城 好那我在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 它在7.28已经出现一个乖禮 9.1出现一个买讯 10.25还是出现一个买讯 现在今天股价已经涨停板 来到12.35 那多风线都是红色的 你等到它泛率再出场就可以了 好再来第二档 我们再一档一档来看 第二档就是8088的平安 好那我都是事先跟各位讲的 好在16.7是出现一个买讯 红色筹码代表买进讯号 好19块出现一个加码买进 19.05又出现一个加码买进 所以是三个买进讯号 那指数股价刚好喷出去 喷出去那一样等到这条多风线 红色多风线翻率再出场就好了 今天涨幅1.35 涨了1.35块 涨幅5.68% 也相当的不错 好那第三档 就是刚刚跟各位推荐的 3260的微钢 虽然今天涨幅没有这么大 但是波段涨幅也不错 因为它是在3.3出现一个买讯 34.85出现一个加码的买讯 到目前为止已经股价来到42.35了 今天涨幅2.05% 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好 再来 刚刚那些股价 你觉得好像都涨蛮多了 你不敢追 那我昨天也一样推荐两档 比较低基期的 稍微比较低基期的 比较还没有涨那么多的 还没有涨那么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哪两档 昨天也是跟各位推荐 第一档是叫做2448的晶电 它是在 20.35出现买讯 20.4也出现买讯 目前股价才22.15 没有差很远 今天也是上涨 上涨2.55% 好 再来第二档就是 2393的逸光 2393的逸光 那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涨了1.56% 虽然涨幅没有说非常的大 但是它还有上涨的空间 来 那它是在 47块多出现一个买讯 那目前多风险都还是红色的 等到它翻率再出场就可以了 等到它翻率再出场就可以了 好 那跟各位讲完这些股票 总共5档昨天跟各位介绍了 那后续如果你对我们的操作有兴趣 不管是旗子 不管是股票 我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好 那你可以先 FB搜寻一下我们的社团名称 我再给各位看一次 好 稍等一下 好 就是这个 再看一下我们电脑的部分 好 就是这个 齐天大圣古邮记 欢迎加入盘中的期货社团 首先 这七个字 如果你手上有手机的话 或是你有电脑 你把它搜寻进去 这七个字 齐天大圣古邮记 首先 每天你都可以得到丰富的资讯 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 一切都是免费的 就像今天 早报你有收到 我提醒你 第一时间提醒你 多空关键价 也提醒你 早报部分 跟各位讲说 开低你不要去追空 开低你不要去追空 今天基本上就不会受伤了 所以第一个 每天早上 大约在八点半的时候 我就先写一份早报 纵观整个国际股市 台股的技术面 筹码面 整体我会写一份 很完整的早报 当然你会在一些 其他的FB网站会看到 当然你加入我们社团 是可以直接看 比较快 好 第二个 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即时讨论区 会跟各位讲说 现在的行情 我会贴出来 现在软体呈现什么图案 呈现什么多方墙 还是空方墙 当然是不会即时 因为我们会以 会员旋力为优先 第三个 在盘后 我会写一份盘后稿 来做一个盘后解析 纵观 今天的行情 应该怎么看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盘后解析 最后我们把时间 交给美丽主持人 全意 好 今天台北股市 开低走高中 尝试收负了8500点 并且翻红了利益手半年线 想要掌握更多台股 期限获得后续盘式 明天请锁定 顾海大印加 今天来收看 明天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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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